一大恭喜 好贵哦 国道上休旅车 车尾连续上下晃动 是开弹簧车 还是国道又嘻哈 稳定车身靠着避震器 这辆车显然是避震器坏了 避震器是耗损品 何时得换 车主该如何判断 最明显是异常弹跳 遇到坑洞时 会有两次以上的弹跳 无法立即吸收震动状况 甚至漏油 更严重会出现 摳摳声的异音 买到裂子的 通常确定出现的 就是避震器的刺码 漏油 再来就是 有的街头的位置 发生断裂 包括上座 有的也会有 断气的状况 这其实状况 蛮多种的 以后避震器来说 统身崖距太浅 容易断裂 底部的连接处 尽量一体成型 焊接断裂几率高 至于前避震器 上座的厚度也很重要 厚度太薄 强度当然弱 平均行情 差不多3万 基准下 如果淘宝 可能 万多就有了 会有品牌 防茂的问题 比如说 比较大约的品牌 比较有名 一百多就是都会有 防茂的 避震器改装市场大 也潜藏不少劣质的防茂品 一组国产的避震器 3万起跳 进口的更贵 8到12万都有 大陆防茂的避震器 最便宜1万元买得到 避震器就像人的小脑 平衡车身 呼吁车主要张大眼睛 看仔细 不要想省荷包 魔鬼藏在细节 没有发现 东森新闻高中 蔡梁安 雪芳在台中 才能到